国拼女队全线溃败 刘国良喜忧参半 男担当红星连夺二冠成遮羞布 在璀璨夺目的今年巴黎奥运舞台上 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剑将们 以卓越表现 汇就了一幅幅令人瞩目的胜利画卷 然而当辉煌背后映射出马龙 樊振东陈梦等传奇身影 即将淡出的远景 万千球迷的心头不禁泛起连衣 未来的国拼 后浪能否掀起前所未有的巨蓝 幸而命运的笔触并未让等待太过漫长 一场名为2024WTT支线赛 奥罗穆茨战的体育盛宴 适时地拉开了序幕 成为检验新生代力量的试金石 在这片充满激情与挑战的赛场上 国拼小将们如除鹰出蹄 虽略显生涩 却满怀壮志地踏上了征途 然而出战告捷的愿景 并未轻易成真 单打赛场上 几位年轻的中国勇士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的名字王晓彤 秦宇轩 薛飞 胡东升 袁立岑 仿佛成了失败乐章中跳跃的音符 特别是面对日本销球高手 乔本番乃香的林立公式 王晓彤与秦宇轩的失利 犹如秋日落叶 凄凉而无奈 每一场败北都如同锋利的刀刃 在球迷的心上刻下一道道痕迹 但在这片阴霾之中 一束光芒穿云烈石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相鹏 这位年轻的斗士 以他的坚韧与才华 在WTT制限赛 奥洛穆茨战的舞台上大放一彩 男双决赛中 他语言利层携手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中国得比 最终以3比2的微弱优势 险胜队友夺得冠军 那五局比分的起伏跌宕 如同山巒间的云雾缭绕 引人入胜 更为振奋人心的是 像彭在男子单打项目中 也一举夺魁 以3比0的绝对优势 战胜队友曾贝勋 宣告了自己的崛起 他的身影仿佛夜空中最亮的星 为国平的未来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 然而喜悦之余 女队面临的困境 却如同巨石压顶 令人难以释怀 女单女双乃至混双的接连失利 尤其是乔本番乃香 在女单赛场上的夺冠 更是为国平女队敲响了警钟 这不仅仅是几场比赛的胜负 更是对未来挑战的一次预警 提醒着我们 国平的未来之路 依旧漫长且充满未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